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什麼樣的主題呢 是跟三位大神來學習他們的沖煮方式 分別是Scarter Roll、James Averman、Matt 三位正在西方行之勇年 很厲害的三位沖煮高手 那為什麼特別把這三位沖煮高手提出來 來做學習呢 主要原因是他們的經典手法 都有一些攪拌的元素 那攪拌呢其實在台灣很多手沖玩家來說 是比較不常使用的手法 但其實在台灣之外的很多地區 很多人都很愛用攪拌 攪拌其實是一個可以提高萃取率 並且達到充分萃取的一個很好的手法 所以學長今天就和三個大神來借鏡一下 來學習一下 藉由三位大神他們的手法 然後我們可以去了解不同的攪拌方式 以及它後面的配比 那同時間各位也可以認真的去想一下 因為這三位大神他的攪拌方式 其實從重的攪拌 然後比較輕的攪拌 然後到最後甚至不攪拌 只用搖晃 其實中間是會有一點點風味上的差別的 那這就非常的有趣 所以學長今天會依序的為大家來做示範 並且在最後學長會來試喝 我自己的感受 覺得哪一個喝起來的風格如何 然後比較建議大家學習哪一個的感受 來跟大家做分享 也希望大家可以 在家裡面可以自己試試看 說不定攪拌法可以為你開出一個新的風味的新天地囉 我們就開始沖煮了 那麼首先第一段我們用Mate的攪拌法 那使用的是小的V60 那研磨度 我們使用的是三個裡面最細的 所以我用的研磨度大概是2左右 那今天的研磨度大家參考就好 因為你家的磨豆機跟水質其實會有一點點誤差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比較適合你的研磨度 那我會跟你講的是比較偏細 或者比較偏粗 做個參考值 好首先我們使用12克的咖啡豆 然後使用比較細的研磨度 那我是使用FellowO的磨豆機的2 非常非常的細 我平常使用的是4.1、4.2 那我今天這個手法我竟然用到2 就大家就知道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濾紙的部分呢 我們都要先過一下水 因為我們就還原一下大神門的沖法 所以我們就盡量一致 水溫97度 是蠻高溫的 好先過一下 以上呢都準備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然後不要忘記一定要準備好一個攪拌棒 咖啡粉 好攪拌棒呢握在手裡面 然後呢剛開始第一段呢給50CC的水 然後呢要快速的攪拌 大概攪拌10秒 好開始 50CC的水 好 好快速攪拌 盡量 把那個金黃色泡泡呢都要攪出來 看到嗎 然後大概攪10秒左右 好 然後呢等到30秒的時候給50CC的水 好 50CC 均勻的給就好 好順順的內外繞圈就可以 50CC的水 好 然後呢再等30秒 這1分鐘的時候呢 然後再給100CC的水 然後我們就給水就完畢了 好 好 還有10秒 然後通常水是不會流乾的啦 所以各位如果磨得太細的話才會流乾 好 再給100CC的水 可以看到黃色的油脂非常的多 這個效果都是磨得很細才會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會比較特別注意的部分是 當你的水開始不往下流的速度變慢的時候呢 就可以稍微敲一下濾杯 造成一個 如果你的水一直很順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敲濾杯啦 可以看到喔 突然水的流速變快了 這是為了避免尾韻爆掉的一個手法 OK 好大概1分45秒完成 所以整個流程呢大概是長這樣子喔 12克的咖啡豆 200CC的水 所以水分比其實是蠻高的喔 但是研磨度非常的細 然後它的又很重 所以它的整體的萃取力呢 還是拉的會比較高的 OK 那我們就準備第二個沖法 第二段呢 我們使用Scouter Roll的攪拌法 那它要用比較大的濾杯 所以我用V6002 那咖啡粉的部分呢 我們用22克 那研磨度呢 會比Mate稍微再粗一點點喔 所以我使用的是 大概是2.1或2.2 剛剛使用2 稍微粗一點點 還是蠻細的啦 還是跟我平常的沖煮的 的研磨度比較起來還是很細喔 稍微粗一點點 那今天的沖法呢 主要來自於是Scouter Roll 它的Youtuber 跟學長之前介紹 從書中的那個沖煮的方案呢 會一點點不同 但精神上我覺得是蠻像的 那大家可以兩個都比較一下 那首先我們還是要把濾紙都給浸濕 好 稍微縮一下型 讓它服貼一點 然後22克的咖啡粉 那我們給水呢 我們要給3倍的水量 所以大概是66克 然後水溫大概是95度左右 好 那我們一樣 把我們攪拌棒拿在手上 然後水給66克 然後輕輕攪拌就好了 好 準備 開始 好 66克的水 OK 65 66 好 輕輕攪拌就好了 攪拌重點呢 是讓所有的粉呢 都吃到水 而不是說要很用力的把粉的味道擠出來 是把下半部啊 邊邊的粉都有吃到水 是重點 然後等到45秒的時候呢 我們要直接給到360CC 等於給了300CC的水 OK齁 好 準備 好 還有5秒 好 給下去 開始給齁 好 那這一段給水呢 我們就維持我的水平移動 盡量不要有上下的 呃 太多的律動 這個是 Scalter Raw他自己提醒的啦 他說他建議大家齁 給水的時候盡量水平 穩定的給齁 所以我們就忠實的 呃 去跟大家 給他間隙一下 好 到360 然後給完以後呢 不要忘記齁 用你的 湯匙 把邊邊的粉呢 稍微刮一下 稍微輕輕的刮一下 OK 然後呢 一直到1分45秒的時候呢 我們還要晃動一下濾杯 好 可以看到流速其實蠻快的 雖然很細的 很細的研磨度 但是其實流速還蠻快 但是到1分40秒的時候 確實 流速有放慢一點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拿濾杯稍微 晃動一下齁 好 然後 流速也會增加快一點點齁 跟MAP的 敲濾杯一點點接近啦 那個方案 可以讓我的流速稍微變快一點點 那等下全部流完齁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時間上面也會比MAP稍微再 呃 長一點點齁 畢竟它是粉量比較多齁 粉層還是比較厚一點點齁 所以大概是2分多 MAP剛才是1分45秒左右就結束了齁 它粉層比較薄 然後呢 Scalder Roll呢 大約在2分20秒左右才流完齁 整體時間長一點點 OK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二次的沖煮 接下來我們做第三段齁 James Hoffman的沖煮法齁 那它是使用比較多的劑量齁 然後沖煮比較大杯 那我們就跟著一樣走齁 我也不縮小 就用一樣的比例 好 所以我們用30克的咖啡豆 然後要用大的V60齁 02的V60 不然的話會裝不下 好 30克 那研磨度呢 是目前三杯裡面 我用的是比較粗一點點 大概是3左右 其實也是蠻細的齁 但是 三個比較起來它是最粗的 好 然後水溫呢是用最高的齁 98齁 因為它是說 盡量用高溫啦 但我用100度覺得有點太高了 我們就用98度 最終給水量呢是到 好 到500cc 所以其實三位大師他們的 粉水比都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齁 都是比較接近1比16點多 將近1比17 然後第一段呢 我們要給兩倍的水齁 所以大概是60cc的水 然後呢 我們不攪拌 我們是用搖晃的方式齁 不用搖晃的方式 他們就是被開的是98度的水 好 60cc 好 我們均勻的給水就好了齁 60 OK好 然後呢 用搖晃的方式齁 然後這一段呢 我是覺得可以稍微有一點 力道 強一點沒有關係 OK好 攪拌完 然後稍微等一下齁 悶蒸 這段是類似悶蒸的啦 到45秒的時候 我們再給下一段水齁 然後下一段水呢 我們要直接給到300 所以大概是加240cc OK 好 5秒 好 直接給到300cc齁 然後我們一樣均勻的給水就好齁 內外均勻的給水 我們也不特別下什麼手法齁 那基本上呢 你給到300cc的水呢 邊邊的那個粉牆一定會被你的水淹掉齁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種粉牆掛在濾杯上的問題齁 那這也是蠻多大神比較不喜歡的啦齁 那我們基本上這個手法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好 給到300 水很多 好 然後稍微等待一下齁 然後1分45秒的時候呢 我們就再給200cc 到500cc 然後第二段的給水呢 我們水可以稍微小一點點齁 因為有200cc的水 好 好 還有 5秒 好這段水呢 我們就稍微小一點點 也不用太小齁 就中偏小一點點齁 可以看 所以稍微小一點點 然後我們給 200cc 1 2 1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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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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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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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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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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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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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變化 它變化性沒有那麼的顯著 但是Mate的攪拌法我覺得算是 各個攪拌法裡面層次比較好的 所以也是我喝起來比較接近我們平時 我自己常用的風格的一種手法 那飽滿度還是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Mate的手法呢 各位要特別注意的部分就是 因為它研磨度實在是很細 所以在最後的時候是比較容易塞住的 如果塞住的話一定要利用敲那個 敲濾杯的這個手法 讓流速稍微變快一點 不然的話會比較容易爆掉 這個手法說實在的 豆子的品質也蠻重要 如果豆子品質雜味比較重的 這個手法有一點點緊張 但是我覺得整體飽滿度很好 層次感也很好 那第二個手法是Scouter Roll的 甜度我覺得非常的顯著 三杯裡面我會覺得甜度來說 就是Scouter Roll的這個表現 真的是相當的可圈可點 真的是蠻甜的 但是它層次感就沒有Mate的好 但是它的中段支撐力很強 酸質也還是有 但是沒有那麼的突出 甜質很多 巴底其實蠻適中的 比我想像中的還少 因為它其實也是比較蠻細的 然後整體時間這樣控制起來呢 尾韻的流速我覺得會比Mate的 稍微再安全一點點 不會那麼容易爆掉 如果你是很喜歡甜質 喜歡以甜為主的話呢 這個手法我真的覺得蠻推薦大家使用的 而且尾韻的乾淨度也還不錯 然後第三個呢是James Huffman 其實我覺得呢三個手法裡面的 James Huffman的風格上面呢 是相對來說是比較清爽清爽的 香氣呢也是比較強 三隻都同一隻豆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風格上面當然都還是圓潤的啦 以層次感來說我覺得還是Mate的最好 那但是它香氣跟果酸的話呢 James Huffman的確實還是不錯的 在三個裡面呢它的酸質啊 還是蠻突出的 那甜質算是中間吧 不算特別高 但是前半段的風味的表現還是蠻好的 這其實就會跟那個攪拌的力道啊 還有它後面布水的比例 還有順序都會有關係的 那這三隻各有各的優缺點 像Mate的層次量的好 那Scargarol的甜質非常的好 然後James Huffman的酸質呢也不錯 所以真的蠻有趣的喔 只是因為攪拌的差異性 布水的差異性 就可以讓你有風味上面很不同的調性 那其實都是很好的手法啦 那你試試看哪個是最適合你的 說不定你就可以找到一個很圓潤 那非常風味很飽滿的一個新手法囉 那希望你跟大家共勉喔 手法這個東西呢就像是烹調一樣 你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手法 然後去試試看你的咖啡豆 只要你咖啡豆的品質很好 用不同的手法 不同的料理手法 不同的充足手法 就會變化出更多有趣的風味囉 那我們今天的跟三位大神見習 如果大家覺得蠻有趣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順便可以跟更多的大神來學習一下 那希望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覺得每個手法的不同追處囉 那我們這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 掰掰 Bye